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南海鄉借哈馬斯解套卻被套住 中國名義逼當局出手 北京年魚 爺爺被查 但是 阿波羅網報導 中華民國雙十國慶 美國出現驚人一幕 阿波羅網報導 音樂大師聚領獎 我不是中共國人 阿波羅網報導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 今天是美國時間10月10日 星期二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下方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南海想借哈馬斯解套卻被套住 10月7日 哈馬斯突然對以色列发動攻擊 造成無辜百姓重大傷亡 10月9日的中共外交部記者會上 各國記者對哈馬斯的問題如此之多 令發言人毛寧招架不住 中共黨媒記者先被安排提問帶風向 完全不提哈馬斯 然而 隨後外媒記者連番提問 至少14個問題與哈馬斯發動攻擊直接相關 大紀元發表了視頻人楊威的評論文章指出 哈馬斯應該是中共高層指示的禁用詞彙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不敢提 俄乌戰爭爆發後 中共一直不肯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如今中共也不譴責哈馬斯 連名字都不敢提 中東衝突吸引更多焦點 中共某種程度希望能為自己解套 然而各國記者緊盯中共如何表態 中共反而被套住了 可謂始料未及 中共毫不掩飾支持哈馬斯的立場 主要呼籲以色列停火 問答最後稱 國際社會應當增強緊迫感 加大對巴勒斯坦問題的投入 推動巴以雙方早日恢復和談 中方將繼續同國際社會一道 為此做出不懈努力 這透露了中共的真實想法 只要美國和西方把更多精力用在中東 中共就可以喘氣 文章最後說 一場新的中東衝突 再度暴露了中共真實的外交能力 中共保護不了中國公民 沒有能力 也不想調解衝突 中共假稱和平 實際試圖利用中東衝突 牽制美國和西方 但沒想到暧昧的表態 再次引火燒身 中共對俄乌戰爭的態度 已經令各國醒悟 新的尾巴衝突 只能令世界更加認清中共的本質 中國民意逼當局出手 北極鯨魚爺爺被查 但是 網絡炫富的北極鯨魚的爺爺 終於有了下文 在中國網民持續追責下 被網絡炫富的北極鯨魚的爺爺 當局被迫出手 10月10日 在網絡炫富的北極鯨魚的爺爺 深圳市原交通局退休局長 中根次被查 引發熱議 連結深圳網友發布消息稱 深圳市原交通局 貨運管理分局局長 中根次被開除黨籍 按二級科員確定其退休待遇 收繳其違紀違法所得 今年3月 中根次的孫女 北極鯨魚在微博炫富 炒粉中國網民都是韭菜 引發網友憤怒 北極鯨魚稱 我認了 家裡有九位數 都是韭菜工的 當局對於北極鯨魚爺爺的核查 再度引發輿論軒然大波 最終 當局迫於輿論壓力 查處了北極鯨魚的爺爺 不過網友對於當局的處理結果 仍然表示不滿 果然家人自曝是百分百準確的 反腐靠家屬 靠網友 多次串供對抗 從這幾個字就可以知道 調查為啥這麼久了 真好啊 有的人努力工作幾十年 每月納點工資 退休零點錢 有的人枉固法律 肆意敛財 最後還能善終 不用坐牢 還能領退休工資 至於收繳違法所得 也不知道收繳多少 反正就是做官真好 財產都轉移到國外了 能收繳的也沒多少 開除黨籍還可以保留退休待遇 總結一句 當官真好 一人貪污 幸福幾輩人 中華民國雙十國慶 美國出現驚人一幕 阿波羅網報導 週二是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日 在總統府門前 凱達格蘭大道的國慶大會 依舊有豐富的表演 不過大家更關注的是總統蔡英文 發表任內的最後一次雙十講話 對兩岸問題的論述 蔡英文先讚揚 台灣在軍事上所取得的突破 後指 台灣無懼面對中共 但強調 和平是維持兩岸的唯一選項 美國之音報導 台灣此次雙十慶典 除了台灣國防部三軍儀隊的操演 還有契努克運輸直升機 懸掛巨浮中華民國國旗 永英高轎機 以大雁隊形編隊通過總統府管理台 空軍雷虎小組噴出藍白紅三色煙 以展演台灣軍力 獨立視頻人蔡聖昆在推特發文說 往年這個時段 美國華府的中華民國國旗 都會被五星紅旗淹沒 今年的確大不一樣 雙十來臨 處處飄揚著中華民國的旗幟 蔡聖昆文章還說 台灣的雙十節是為了紀念1911年 武昌起義的重要日子 10月10日 武昌起義是辛亥革命的開端 歧視後兩個月中國各地革命運動席捲南北 很快就推翻了親王朝 並於1912年1月1日成立了中華民國 112年前為什麼爆發辛亥革命 如果更多了解晚清的歷史 就會發現 與其說是革命者推翻了親王朝 不如說是親政府的種種愚昧 僵化將革命者一步步請進了家門 從歷史經驗來看 每當社會大變革之際 統治者往往都因順應民眾的訴求 當改革成為一股潮流 成為全民的人心所向 任何被動的改革都難以挽回 王朝崩潰的命運 音樂大師聚領獎 我不是中共國人 阿波羅網記者唐寧綜合報導 剛被提名為第六十屆臺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 《漢山和漢象世界》 日前在高雄電影節放映 該紀錄片是以被譽為臺灣民謠大師的陳明璋為主角 由大導演林振勝指導 影像團隊耗時四年 斥資千萬台幣拍攝 該片訪問了日本民導視之愈合 自身編劇吳念珍 搖滾歌手500 金曲歌后黃飛等電影圈和音樂界 與50名重量級人物 該片中也透過一首首歌曲 回顧到臺灣的從戒嚴到解嚴 從專制到民主的社會氛圍演進 據中央社報導 林振勝7日在高雄電影節上分享 曾有人想邀請陳明璋到中國演出 並承諾保證讓他唱到北京的鳥巢 並希望能統戰他 林振勝調侃道 可是他沒有喝酒 唱歌不好聽 但喝了酒可能會喊臺灣共和國萬歲 這樣全部人都會被抓去關 中國的南方日報曾選陳明璋為全中國十大唱片第一名得主 但他直接回絕領獎 並說 我不是中國人 但感謝你對我的鼓勵跟獎勵 對方還表示可以到澳門頒獎 或是親自將獎盃送到臺灣 他都一律拒絕 陳明璋說 臺灣有自由度 我不喜歡獨裁思想 那樣的地方不能夠做你夢裡的事情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暗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我們 spo檢查一下 讓我們大家看... 喜歡的放題 我再按這幾位 按一下大鈴鐺 按一下,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